看完了台中的酸菜白肉锅 接着我们把镜头转到嘉义 提到了嘉义的小吃 好多人都会想到就是鸡肉饭 目前嘉义有三四十个店家都在卖鸡肉饭 但是各家口味当然是各有不同 而其中全台湾火鸡用量最大的 就属喷水池旁边的一个店家 每天一大早第二代的林老板就开始煮火鸡 热吞吞的浊水溪米粒 搭配一丝丝嫩中带汁的火鸡肉 就成了好多嘉义人的早餐 那么为了把这个美味发扬光大 现在第三代还特别赤资了敬意台币 打造的是空间宽敞明亮 而且还带有日式风的火鸡肉饭店 想要让地方小吃成功地要上国际舞台 早上十点不到许多老顾客已经就定位 总是习惯性地就要碗鸡肉饭再点切小菜 一天饮食就从这开始 一口接着一口的鸡肉饭 有着鸡油拌猪油的香气 充分被鸡油包覆住的浊水溪米粒 再加上钢拔丝还带点粉嫩色的火鸡肉片 就是这样完美的组合 所以让嘉义的鸡肉饭闻名全台 它很道地啦 道地的本省味 老板说得有趣 尽管许多政治人物引格心都来光临过 但他坚持店里不挂名人照片 民国38年从父亲明天寿开始 做鸡肉饭做出名气 每天火鸡肉用量是全台店家的第一名 这样差不多30公斤左右 30公斤 每天你全部的店家用几只啊 差不多全部是吗 对 差不多15、60 15、60 过人过节可能多一点 为了做出好吃鸡肉饭 老板特别挑选6到7个月大的温提火鸡 煮的时候不用再加油添料 因为好吃的重点是在煮的过程 两个小时把那个火洗起来 再焖烧一个小时 它就熟了 因为这个鸡很大 它一直滚的话 脚皮会烂掉 里面还不熟 焖烧完还要立刻送进冰库里 急速冷却 这样才能把火鸡肉的甜味通通给锁住 我做这个腿肉比较好吃 有运动 这个等于那个黑尾鱼那个脱落 那个中间那个肥肥的那个 那个老人比较粗 这个比较滑 一入口就急化了 趁着最新甜的时候 老板以利落刀法 将整个火鸡肉发挥到极致 其中鸡片饭吃的是鸡腿的部位 因为有运动 所以吃起来特别有嚼劲 而鸡丝是鸡胸加上鸡腿肉混合的 那个鸡翅饭的鸡翅是要顺这个弦尾 然后切切纸的 照那个弦尾切 照这个弦尾切 会比较长 假如你横的切 就会断掉 30公斤重的火鸡肉要价不费 至少4500块 能吃下肚的就卖 能熬汤的就不丢掉 每个部位都不轻易浪费 老板本身就爱吃鸡 从15岁开始帮着老爸剁鸡 鸡肉的纹理横向还是直条 都摸得一清二楚 所以才会研发出切丝还有切片 两种刀工 两种吃法 看起来湿湿的 这个汁 汁都在热里 假设你用热的 没有鸡翅冷冻的话 里面温的话 那个鸡翅都跑掉了 已经有40年历史的嘉义喷水池 没到选举前夕 蓝绿候选人就会集结 呐喊 造势 一口豆 赛 一口豆 不过较劲归较劲 大家谨守分寸 不二言相向 因此这里又有民主圣地之称 林老板的父亲 明天售开的卤肉饭 当年就落脚在喷水池旁边 占地利之便 有天偶发奇想 将拜拜才会用的鸡肉 茄丝放在饭上 再淋上自己卤肉酱汁 吃了之后口感独特 因此才开始贩卖 到了林昭正手上 再把这位小吃发扬光大 我父亲是不喜欢卖这个的 因为这个是求人在吃的 现在又不一样了 现在时代改变了 现在变成很贵了 现在大餐厅 这个跟汁水在一起 滚在一起叫藏网 卤到软烂的红烧肥肠 光是闻它的香气 口水就快流下来 这是店里第二名的小菜 而冠军是这个 用红麴 糖 米酒 腌上一天一夜的三层肉 每天下锅现炸 酥脆外皮搭配肥瘦 恰到好处的肉馅 第一名小菜 红糟肉 果真 口感十足 每天就要卖掉上百斤 鸡肉饭现在等于是 嘉义的代名词 大街小巷都有它的身影 只是巧妙各有不同 第三代看到老八的辛苦 几年前着手转型 砸下近亿元 开始盖起一栋栋 600瓶起跳的 超大间鸡肉饭店 赚薄就好 不要赚那么多看什么 其实做这个很忙 很辛苦 本来是不打算他们这班 拗不过儿子坚持 于是放手让第三代去闯 武肩空间挑高 宽敞明亮 还设有VIP式的邮景空间 周围种植昂贵树种 略带日式风的建筑物 就在嘉义各大路口处立着 一改老店传统经营 这里要吃什么 全采自助式 就像是麦当劳般的素食服务 菜色也更加丰富 怎么样也没想到 民国38年 一碗再平凡不过的庶民小吃 时空转变下 竟然成为国际观光客 到家里必尝的美食 但念旧的林老板 依旧守护着父亲留下来的老店 70岁了 每天还是看到他在店里忙进忙出 平管着鸡肉饭该有的味道